歡迎收看健康心之理 給我30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擁有一口健康的好牙 它不僅能夠讓人更加的自信美麗 而且也與我們的健康息息相關 對於牙齒的保健 除了專業的牙齒護理之外 日常的保健工作也很重要 到底觀眾朋友 我們如何擁有口齒清新呢 今天來賓要一一的來告訴你 很高興為你邀請到的專家是 台醫院牙科李佳彦主任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主任你好 余文杰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任你的專業你是牙科醫師 但是你的專業是在牙周 牙周專科醫師 好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知道 有時候觀眾朋友都會覺得 等到牙齒很痛了 牙肉很痛甚至牙齒掉耶 這種事態這麼嚴重才願意來看牙科醫師對不對 對因為牙周病啊 我們都說它是silence disease 就是很安靜的疾病 其實當它在發炎的時候 病患都沒有察覺 那一開始早期的症狀可能是牙齦會腫 會紅或流血 可是病患如果錯過那個時間點 沒有看到然後就會延緩治療的時間 可能變成最後牙齒鬆動了 是 才治療 變成最後都留不下來 了解 所以這才知道 台肌大條啊 是不是 牙齒竟然就不見了 所以其實剛剛 李醫師妳講過了 牙周它沒有 牙周病 它在變化的過程當中 是無聲無息的 而且甚至不會痛對不對 對 一開始它可能是腫發炎病患 可能覺得 刷牙會流血 會流血 可能開始第一天會很緊張 可是呢 也會覺得說 刷了幾天之後就不留了 反正就覺得好像沒事了對不對 或者是它沒有到急性 因為牙周病是慢性病 不像是根管啊 蛇牙有急性的疼痛 對 所以病患我們忽略了 那其實那細菌都沒有忽略我們喔 它一直在做怪 一直存在對不對 而且越來越多 對 是不是 呼憑引伴的 就覺得說 這個口腔太好居住了 對 所以這一個常見的疾病 你剛剛說的 牙齦流血是最基本的 對 好 那還有呢 或是口腔有異味 然後或者是覺得牙齦腫起來 是 牙齒鬆動 是 這都是有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所以從這一張圖片上面 我們就會看到說 其實它的牙齦 你剛剛說紅紅的 對 一般牙齦的顏色 應該是粉嫩色的是不是 對 牙齦的顏色應該是粉紅色 是健康的組織 粉紅的 而且是很紮實的 不是虛胖浮腫的 是 所以很多病患都跟我講 我都覺得沒事啊 那時候我剛剛說 其實那個肉都是腫的 都是不健康 都是虛胖 原來是 所以我們來知道說 其實喔 醫生如果你要看 比如說 李醫師你的專業就在牙齒 你要看他 外觀第一個就看得到 對 再來要讓觀眾 要讓你的病人知道說 他真的有牙齒問題 你們會用什麼樣的檢查工具 像我們都會用一個牙齒探測器 就像這個圖片這邊的 它是一個有刻度的 有肚量痕的器械 那這個器械就尖尖的 每次我要用之前 我都跟病患講說 會痛喔 可是如果可以讓我用這個器械 幫你做全口的檢查 我可以比較能夠知道你的狀況 所以像這個圖片 就可以看到 如果是牙齒很健康的狀態之下 我們的探測器械其實 一放進來 下不去了 對 就骨頭就頂住了 所以這個囊帶頂住 就是3個mm 是現成的 正常的 可是如果有牙齒病的話 牙齒病的細菌它會釋放毒素 把這骨頭給吃掉 你看這邊骨頭就空了 但是肉還在喔 都是種種的 所以它吃骨不吃肉的嗎 對 骨頭吃掉 以後肉還是遲早會掉 因為肉是附著骨頭長的 了解 所以慢慢就會萎縮掉 對不對 對 所以到越來越後面 我再用這個器械去探測的時候 就發現囊帶很深 哇你看過的病人 這個囊帶最深的可以到哪裡 很多 有底洞的嗎 有到10個mm很深 一公分那麼多 哇 所以觀眾朋友 那個10個mm裡面 真的是整個骨肉分離了 對不對 醫生才能下得去 所以這個探測是 亞洲科醫師的 他們的一個 知道武器 對不對 那病人常會跟你說 我就沒感覺啊 我就不痛不癢 不舒服都不會 我幹嘛來看醫生 對不對 所以聽到這樣的病人講的時候 你都會通常怎麼樣跟他們回答 我就告訴他說 亞洲病真的是很難察覺 可是如果你可以定期檢查洗牙 讓我們醫生能夠用這些器械 或甚至只是照個X光 你可以看到骨頭問題的話 都可以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好 那我們來看幾張X光片 就是他的圖像 就告訴我們他就是有亞洲的問題 好 好來 理醫師 比如說像這個病患 他也是一個大概50歲左右的女性 他很怕看牙 你看他以前啊 小時候都做的這些前面的假牙 越怕看牙的 越多牙齒問題 對不對 對 那他就鼓起勇氣來看我 所以他一開始來的時候 就是帶著這個不好的假牙 然後牙齦都是萎縮 周圍都是一些牙菌斑 如果大家看到 然後都是黑色的 對 他也不敢笑耶 有這樣的牙齒他不敢笑 沒自信 對 因為太醜了 對 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來洗過牙 不就好了嗎 但是其實我們做的不只是洗牙 真的 我們做的是深部的牙結實清楚 所以牙座病病的話 我們做的是比一般的洗牙再更深入 對 好 那這個病人大概治療多久 他會變成這麼漂亮的牙齒呢 所以我花了兩次時間 但是我會跟他解說得非常清楚 教他怎麼照顧牙齒 然後也願意配合 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而且是可以維持下去的結果 了解 所以你看喔 他原本下排的牙齒是看不到縫隙 對 可是有些人都會覺得說 來洗牙不好 為什麼 洗了越洗 縫越大 會不會是這樣 這是好多病人的迷思耶 對 其實是錯的對不對 其實是錯的 而且牙齒本來就是應該一顆顆分開 怎麼會讓牙結實佔據那空間 了解 所以很多觀眾洗完牙回去 反而很不習慣 對 對不對 可是這樣才叫做正確的一個口腔 牙齒對不對 對 好 那這樣的病人 他回去保健跟維持很重要 對 是 所以其實牙周病醫師啊 李醫師你每天都在看牙周的問題 是 那你覺得國人現在的牙齒保健觀念 有沒有被提升呢 有 現在國人對保健觀念的確是提升 因為在健保實施之後 我們的口腔衛生照顧計畫 這些實施之後 的確增加病患就醫的意願 了解 但是牙周病的病患還是很大多數 有研究顯示大概30歲的成年人都有50%有牙周病 然後如果是60歲以上的成年人大概有70%有牙周病 所以比例還是很高 所以等於是國人的牙周病比例非常高對不對 對 是可是我每天 好啦我沒有餐餐刷 可是我一天至少刷兩次牙 為什麼我這麼刷牙 我還是會得牙周病 首先刷牙先刷得正確 那有可能一開始像剛剛那位病患 他把很多髒東西 其實他怎麼刷都刷不乾淨 永遠都被髒東西蓋住對不對 喔 了解 所以要先來醫生這邊 治療 先把牙周的一些問題解決掉 什麼牙菌斑什麼石頭的都拿掉了 他才有可能每天好好的刷乾淨 所以我們牙周病的醫師 就是會把牙齒還給病人 原本應該要的樣子 好 他就好刷多了 他就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好 那觀眾可能會有疑惑 醫生剛剛提到 一般的洗牙 洗牙肌洗對不對 可能有時候好一點 要用手幫我們洗 那牙周病的醫生 洗的牙到底有哪裡不一樣呢 好 我們來看看 像我們一開始洗牙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用這個牙周病的探測器 剛剛醫生說探針嘛 對 探測之後就可以用 這個探測器的結果 對應一個檢查表 來幫病人做適當的治療計劃 是 那每個病人的身度 囊帶身度不同 治療計劃就不同 是 那一開始 所以你每一顆 口腔成人有20顆 標準是32顆 32顆 那可能每一顆都這樣做檢查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的嚴重度在哪裡 然後訂定適合的治療計劃 了解 那我們一開始都會先從 保守性的治療先開始 在美國牙周病醫學會也認為 從最簡單的保守性的治療開始做的話呢 是最有經濟效應 而且經過這個保守性的治療 我們把牙齒整平 牙根整平之後牙根會變光滑 給病患這個光滑的牙根之後 細菌比較難再附著上來 那當然醫生要做這些一定要有工具 好工具才能幫我們的牙齒清潔得乾淨 所以一般民眾會到牙科 你會用什麼樣的工具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就來拿出我們最常見的 就是超硬波的洗牙肌 是 那病患常常會覺得 好吵喔 對很吵 很可怕 然後那個水啊 有時候敏感的牙齒 很酸 就會很酸對不對 對 但是這個器械的確是最有效率的 根據研究顯示 它在合併我們手動的器械 就是剛剛宇文姐說用刮除的 像這邊就有看到這刮刀 這都是大廠牌的刮刀 提升牙科醫師的工作效率 那我們利用這個刮刀 回覆牙齒應該要有的形態 製造功耗的表面 把去除那些細菌髒污 讓病患刷牙就變得非常簡單 了解 所以你看喔 病患它在非手術治療 就是第一病保守治療之中 就可以把牙齒從原本 很髒的牙齒 然後甚至 流銀 牙齒一直流血的 它可以整平對不對 這是不用開刀 對 只要洗 所以一般像有牙周病 不會只有一區有 應該是整口都會有嗎 因為牙周病的細菌 它是會跑的 所以如果你的地方有 所以我們應該要全口都做治療 然後把全口都提供 給病患一個好的環境之後 它要好刷之後 我們如果還是不行 我們再往下一步走 我們再往手術的方向邁進 所以通常一次 你大概會分四區來做嗎 有研究顯示 我們可以分四區 或是我們可以分兩次 一次右邊 一次左邊 是 因為我病患是傷無形成師 他一次要完成 一次也可以 一次也可以 哇 那醫生辛苦 病人也辛苦 但就有效率的把它完成 了解 但這個時間都可以跟醫生來討論 對不對 最重要就是第一階段保守性 我們要做好 做足做滿 對 那我覺得現在 因為我們的醫療保險制度 真的很棒 這個也有健保提供是不是 對 像這個第一階段的治療 健保有給付 好 那什麼時候 非得要來到第二階段 保守性不行了嗎 對 保守性治療 它已經把大部分問題都解決了 那我們可以把 因為你的牙齒 narrow down 到幾個地方要做手術 那這樣就可以讓手術時間變少 了解 病人快速 瘤血也比較低 病患比較不會不舒服 了解 是 所以這一個就是 手術 一般觀眾覺得 一定要動到刀 是不是在牙科也是這樣 對 病患都會聽到 要開刀都很害怕 其實現在的病患可以 其實現在做手術病患 可以比較不用那麼緊張了 而且牙科也不需要上麻藥 那就是那種睡著的對不對 就是局部麻藥 除了是局部麻醉方便之外呢 我們現在的手術器械 也可以讓病人比較微創之下 完成治療 還有微創的 對 手術器械很精細 癒合時間會 加速 降低癒合的時間 所以這個病人 他的 你說他的那個 探針探下去 他真的已經到很深了 對 所以你看 當我們把 翻開發現他的骨膜 之後都是露出了牙根 那我們就利用再生手術 以前沒有這些骨粉 再生膜發明的時候 我們做的手術 都要把肉膨得很低 病患會敏感 然後牙齦會萎縮 對 然後現在我們有骨粉 再生膜的發明之後 我們就利用這些骨粉 把骨頭再生回來 了解 所以你就可以把肉 覆蓋回原來的位置 對不對 好這樣很棒 所以開刀的目的 也是為了要把他的牙菌斑 這些牙結石清乾淨 對 我們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降低腦袋 然後降低細菌 然後把骨頭回復到 原本應該要的樣子 所以如果我再補一些 骨粉 骨的話 它真的會長回來 會再生回來 所以我常常跟病患 我給他們看X光片 我就告訴他們說 你看這本來是60歲的牙齒 我可以把變成30歲 哇原來不是只有臉蛋可以變年輕 連牙齒都可以回復年輕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的前提是 你要來到醫生這邊 接受他的檢查跟治療 因為有很多民眾會落跑 就是說我第一次來看 我忍耐忍耐忍耐 可是我下次來 我就沒有勇氣來 所以我們真的要鼓勵 你做完這個再生手術 你看它的回復性 真的是很棒的對不對 對 那也因為這些手術 他們還要搭配後續的定期檢查 我都跟病人 你都會多久回來 我都會請病人 三個月三個月回診 了解 然後你看像這張X光片 可以看出來 本來還沒治療前 牙根上很多附著的牙結石 對 牙根原本應該是光畫面 應該是平的 不然它都長了刺刺的東西 它都是牙結石 而且牙結石它其實不是像骨頭 那種礦物化很高的東西 它其實是可以摳出來的 對 所以它的礦物化程度 理論上不應該讓X光片能夠找到 所以它會有這麼大的量 在這邊X光片看得出來 代表說那個量一定很大 而且是很久了 很久了 對不對 它已經累積到一個 X光的呈現影像可以出來的程度 不然你剛輕生的 比如說牙菌斑這種 X光會看得到嗎 在還沒有形成牙結石之前應該照不到 量不夠多也照不到 所以這個是這個病人 然後當他做完了最第一階段的保守治療之後 真的有平整的那個牙齒 對可以看這張片子就好多 這牙根變光滑了 對 那它也可以配合我們的平常定期檢查 然後病患也可以更積極的處理這一顆牙的時候 我就鼓勵他 那我們來做個小手術把骨頭再再生回來 所以那個黑影的地方 你是把它補骨頭 我幫他補了骨頭 所以真的長回來了 對 那這個病患其實是一個30歲左右的媽媽 很年輕啊 對 她從懷孕的時候就來看我 那時候懷孕的時候沒有辦法做治療 但是我就鼓勵她等你生完小孩有空 一定要回來再跟我做後續的檢查跟治療 是 黎氏牙齒是可以跟我們一輩子的對不對 對 這個牙齒 我們都希望它可以跟我們越久越好 是 而且真的如果我們保健得以 你看歐美國家 他們對牙齒口腔保健真的是很注重 因為牙齒的花費 那個花錢是很兇的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來看看 剛剛醫生說的 你的牙結石清掉了以後 你的骨頭這些都可以再長回來 萎縮牙齦萎縮也可以救回來 對 那像這個牙齦萎縮是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那邊當地的病患最喜歡做的手術 他們很想把牙齦再生回來 因為他們很愛笑啊 對不對 他們覺得好漂亮的笑 如果牙齦都不見了 往上很醜 對 牙齒變很長對不對 對 好 那像這個病患也是 他是一個大概20歲的男性 他是英國人 他來找我的時候就是牙齦都萎縮上去 可是一點點而已啊 如果就在我們來看 但是他這個病患很可愛 他四個區塊都有這個問題 他做了四個手術 都是在全齒的地方 對不對 剛好在轉彎 是不是轉彎的地方 我們的施力點也會比較重一點 對 沒錯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或者是牙齒排列的位置比較往外 所以肉就比較薄 是 了解 所以他四個區都做了修補 那這個我很好奇 他拿自己的肉來補的嗎 對 這個病患我們就是取自己的牙齦 從上個地方 就是我們舌頭往上頂的地方 取牙齦來補在我們需要的患部 那在這樣的手術之下都是很微創 我們都是做了很精細的手術 把這個病患原本這樣的牙齦 比較不敏感的狀況 了解 但是做這個手術之前 我們一定會找出病患 會有牙齦萎縮的原因 譬如說如果你本來就刷牙很大力 我們或許要把這個習慣 要改變成輕一點刷牙的方式 這樣這個治療才會成功 沒錯 不然以後過不久 他又要來補了 對不對 所以原因也要找出來 欸 很棒 那很多人就會說了 假牙也可以做這樣子的萎縮的修補嗎 對 像這個病患 也是我們看了大概有10年 以上的病患 他一開始是先來直牙 對 做著假牙 前面6顆都是假牙 那我們就定期回來檢查 洗牙過程中發現 這個病患可能有牙齦萎縮 或是牙周病的關係 這個肉就不見了 然後一笑這女生就會覺得不好看 是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你也想試試看的話 我們取一塊你的牙齦 把這個肉補回來 或許肉補回來 你也不用換這個假牙 對耶 換假牙也是一個方式 然後補肉 那當然補肉比較簡單啊 補肉就是回復到原本應該要的 那像醫生 你這樣做這個小手術 只有一顆的話會很久嗎 這個大概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那它的回復期 大概多久就會痊癒 這個要縫線嗎 要 那像這個手術呢 我們都是在局務麻醉之下進行 那病患其實生活做期 都不會被影響 還是可以去上班 了解 只是過程中 我有一些縫線比較不舒服 大概7天後到14天後來拆線 就回復正常了 哇 那牙齒14天後也長好了 對 哇 這牙齦也長好真的很棒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有很多人說 那我有牙周病 我可以做直牙嗎 可以 但是牙周病一定要先幫它控制 我們才能往下面走 因為牙周病就像地基一樣 蓋房子要打地基 地基打穩了 健康了 我們再往上蓋房子 那直牙是現在一個很普遍的治療方式 因為直牙成功率有90%到95%的成功率很高 很普遍 所以病患如果也要想直牙 一定要先把牙周病控制到 所以牙周是最根本的一個治療就對了 不管你今天要做直牙要做假牙也好 醫生一定都要先把你的牙周 你的地基處理好 你才能往上蓋房子 對 好 那了解了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直牙完以後 我的這個美觀度就會差很多 那直一顆 直幾顆 是不是也要看我們的考量 所以當病患有單顆缺牙的話 我們現在在醫院我們也推SDM 就是Shared Decision Making 我們以前會有考量是做傳統牙橋 就是把前後牙磨小套在一起 或者是我們就直單顆的直牙 讓你的靈牙都不用被磨 不用被磨掉它 或者是有病患考慮做活動假牙 所以我們都會跟病人坐下來一起討論 哪個最適合病患 跟病患一起做決定 是 所以一顆如果病患決定 用單獨的直牙 這個最快速 而且不用傷害到其他的靈牙對不對 人家說這是最保守的 我們原本的牙齒都被保守住 不用被磨耗掉 是 好 那我們知道 當醫生幫我們把這些 牙周的問題都解決完了之後 到底我們應該要如何的保養 因為每半年 牙周病的病人 是不是不用拖到半年才去洗一次牙 對 我都會建議病患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牙齡炎 很健康的牙齒 或許你半年洗牙就夠了 對 但如果牙周病的話 我們半年半年其實太久了 對 我請病患就三個月 三個月就回來一次 好 對 但是每三個月回來看醫生 這中間怎麼辦 當然要靠自己了 對不對 口交衛生還是要靠自己來建立 那剛剛醫生說的 我每天刷牙 我不管刷牙兩次 三次 五次 你方法錯 永遠都錯 對不對 也是刷不乾淨 所以請黎醫師教教觀眾朋友 現在比較正確新的刷牙方式 然後還有牙線啊 其他的輔助工具到底要怎麼用 其實我們可以練習牙刷之外 我們都會建議病患 如果牙做病的話 可以練習用牙縫刷 對 是 牙縫刷的話 它就是有比較可以清潔牙縫中間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選這個 像這個牙縫刷在這邊 對 我們就可以利用牙刷很精細的刷頭 把每個縫都清乾淨 是 那有些病患它是因為牙線不太會使用 因為牙縫刷我就會建議它 那你就用牙縫刷 因為牙線其實比較困難 對 比較難操作 對不對 是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順序 而且市面上牙縫刷種類好多 有直的 有彎的 然後粗細都有不同 所以根據 是買粗的就最好 也不對啊 也不見得對不對 所以牙縫刷我們應該 以自己的牙縫來做選擇 比如說門牙我們可以選細一點的 那如果牙縫大一點的後牙 我們可以選粗一點的 了解 所以也不要一根走遍天下就對了 至少要選適合我們自己的 那牙線跟牙 就是牙縫跟牙縫棒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譬如說如果我們今天沒有牙縫病 我們是小朋友 或是我們是青少年 我們牙齦還算健康 我們或許用牙縫棒可以處理 口腔衛生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有牙縫病的話 牙縫棒其實沒有辦法解決 大部分的問題 了解 因為它的距離還是有限 對不對 所以你會建議牙縫病病人 要學會用牙縫 或牙縫刷 好 那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現在啊以前我們的觀念 刷牙順序一定是從牙刷先刷 最後再用到牙縫 那現在呢 在美國2018年牙周病醫學會 有一個文獻指出 如果我們先用牙縫把每個瘋都清乾淨 不是用牙縫刷把每個瘋都清乾淨之後呢 再用牙刷 清潔的時候 你牙刷還可以帶點牙膏 讓薄化物可以留在牙齒上的 效果會比先用牙刷來的好 所以現在刷牙要先用牙縫刷囉 對 那這個影片 可以請李醫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牙縫刷的拿法跟放法 這也很重要對不對 對 其實牙縫刷很簡單 我們只要選擇一個適當size的牙縫刷 比如說 像以這個為例好了 這是白色 你看看它是可以轉的 像前牙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進行牙縫刷的清潔 我們把model拿出來 比如說以這個case為例 這是一個牙齒 我們牙縫在前牙的時候很簡單 我們只要靠著這個縫就可以清潔 那如果是後牙區 後牙在很後面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牙縫刷彎90度 我們就可以把後牙比較容易去清潔 所以有時候可以利用這些工具幫助我們清潔牙齒 好 那我們知道說牙線 對 纏繞 然後拿捏那個手法到底要怎麼用 因為有時候教小朋友 小朋友就是轉不過來 甚至教大人 那個姿勢手勢好像都弄不好 其實不用慶 因為我們牙醫師 我們也是從大學開始學習 是 所以也是要學七年 學了好多年 是 所以我們就取個適當長的牙線 然後轉 纏繞在中指的 對 然後不要太緊 不要傷害自己的原則 剩下大目指跟食指 留下一公分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封號縫去把它清潔 就可以做刮除牙菌般的動作 所以其實如果這樣子來做的話 這個清潔 而且這個一個牙齒是兩個面對不對 兩個牙縫的面 所以我們在清潔的時候都要記得 我們一個下去一個動作 要記得先把前面那個面清好之後 再清後面這個面 是 就可以清得很乾淨 然後我說叫病人清完之後 要拿起來看你牙線有沒有發現 有牙菌般上面 有沒有 附帶東西上來 對 那如果你有還要再清一次 如果你有清出來代表說你清成功了 要檢查一下 好 了解 那所以這段牙線 髒了你就往後縮 對 對不對 再換乾淨 對 不要同一區域 從頭清到尾 這個也是髒的 對不對 對 好 那牙刷到底要怎麼刷比較好 刷牙 牙刷我們就先選小頭的 像小頭越小越靈巧 然後毛要軟的 然後如果當你用的牙刷已經開花了 其實就應該換一隻 好 那一天到底應該刷幾隻 其實我們都會告訴別人 你吃幾餐就刷幾餐 那外帶點心的也要刷一下 哇 那觀眾朋友 三餐就夠了 好 刷牙 選牙刷的方式我們就教觀眾了 那有沒有說順序一定要從哪裡開始 其實刷牙只要照著我們自己習慣的順序 我們比如說從後牙開始 我們就從外側開始 了解 然後一直往前 到前牙之後呢 再刷到後牙 之後再換到咬合面 一定要把每個面都刷到 到前牙的內側面 一直到咬合面 再換到後牙的內側面 把它照一個巡迴 照著順序之後 比較不會露出掉哪個面 了解 原則沒有說一定規定你從左邊開始 右邊開始 從中間開始 但是你養成了你的一個刷牙順序的話 你就不會漏掉 不然你一下刷上面 一下刷下面 那等一下你就會忘記 自己到底從哪裡開始 內外都要刷乾淨 對 好 那小朋友你會建議 媽媽多大開始要開始訓練他 自己拿牙刷 即便他刷不好 所以小朋友 我們以前都是建議病患 一歲就來看牙 我們現在更早推 推到零歲就來看 零歲 對 沒牙刷 沒牙刷也可以看 看牙齒 看牙齒 看蛇繫帶 唇繫帶 那都有影響發音 小朋友會學說話的時候 所以等於出生就應該先來牙科 對 做一個檢查就對了 對 那在我們臺安院牙科 我們也想 就是在這邊生產的小孩 我們都在零歲就幫他看 就等於是送寶寶的一個禮物 哦 免費檢查 出生嬰兒是不是 對 就來看牙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觀念 真的要實時的更新對不對 那其實有的孩子快的話 四個月就長牙 有的六個月就長牙了 長牙速度不同 但是一旦開始長牙之後 媽媽就要習慣拿紗布 讓小朋友習慣媽媽清潔 做清潔這個動作 所以一歲的時候 就應該讓孩子自己學握牙刷 他們如果小肌肉還不玩的 讓他們練習 但是媽媽還是要幫他再檢查一次 好 所以最重要就是說 口腔清潔是在放後做 對不對 對 有很多人早上起來那一餐 都是先刷完牙再去吃早餐 然後就上班了或上學了 就沒有再刷牙 其實這樣子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都會建議冰環 你吃之前你刷 但是不要忘記吃完了 再刷一次 還要再刷一次 好 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其實口齒清新 就不是問題了對不對 對 是 那最後啊 比如說在牙齒保健上面 還有沒有什麼重點 可以提醒觀眾的 我覺得現在的資訊都越來越發達 冰環遇到牙科的問題 其實不用緊張 就是可以就進到醫院或診所做檢查 我覺得定期檢查是可以 最早發現最好的一個方法 了解 好 今天真的很謝謝主任 我想牙齒要陪伴我們一生 所以你學會了正確的刷牙 用牙線 牙縫刷之外 定期的洗牙檢查 更是能保有我們牙齒 健康的不二法門 今天很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新知 祝您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